各位同學好 我們來看這個 134頁範例6 這是牛頓第二運動定律的應用題 那我們都是遵守 力學解題步驟 首先先選主角 找出他所受的力 選擇坐標 再用F的MA來算合力 或加速度 那首先呢 這個滑輪它有一個特性 動滑輪它有一個特性 如果右邊這個繩子綁在牆上 它左邊這裡 沒有綁 那當這個滑輪往下 往下掉的時候 往下掉的時候咧 左邊右邊都多出了L的繩子 可是這兩邊多的繩子是從哪裡來的呢 不是從上面來的 因為上面已經固定不動了 所以必須要是 從左邊這裡 必須要拉2L下去 所以呢 動滑輪本身在動的時候 繩子動的速度會是它的兩倍 所以呢 如果動滑輪往下加速度A 那繩子往下加速度就是2A 所以第一小題 A1 其實就是2倍的A2 這就是第一小題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運用 我們剛剛說的力學的解題步驟了 好我們現在呢 先來 把這個圖 分析一下 我們先看A 那A它其實就只有受到 繩子的張力而已 千值的方向 重量和正向力抵消了 所以我們千值的方向不理它 那A的質量是多少呢 M B的質量2M 好 那A我們就可以這樣列式 T1 寫慢一點 合力 合力造成了加速度 那 合力有 有向右的T1 那質量A的質量M 加速度就是A1 好這樣就結束了 這樣就把A1的四值列出來了 那我們還需要有另外一些條件 另外一些條件 那我們就要看另外一個B 那這裡要提醒一點 在前面我們曾經提過 質量可以忽略的輕繩 繩子上處處張力會相等 所以呢 畫的這個紅色的張力也是T1 另外一邊呢 另外一邊 滑輪也有受到 繩子向上拉的張力 所以另外一邊也是T1 總共 受到兩倍T1向上 受到兩倍T1向上 那 重力咧 重力向下 重力向下 2MG 這就是往下的重力 那最後它是向下加速的 向下加速的 所以我們來看B 看B 看B的話一樣 合力造成了加速度 那這時候 合力向下加速度向下 那 我們如果 加速度的方向設為正 那我們就是以向下為正 因為它現在就是向下 好那 合力咧 向下的比較大 2MG 去扣掉向上的-2T1 向上的-2T1 就會等於MA 不過這裡的M呢 是B的質量 也就是2M 再去乘上A2 這樣子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 2消掉 變成NG 減掉T1 就會等於MA2 那我們剛剛又 從第一個情況 知道說 A1就是兩倍A2 A1就是兩倍A2 所以我們可以進一步的 把A 第一個 左邊的A木塊 另外 它的式子 寫成M 乘上兩倍A2 好 這樣一來咧 我們就會有 兩個方程式 可以來 計算了 好 那我們就再把它寫來左邊 T1 等於兩倍MA2 另外一個式子 NG 扣掉T1 等於MA2 這兩個式子可以 左邊加左邊 右邊加右邊 等式左邊加等式左邊 T1會消掉 剩下NG 右邊的式子加起來 3MA2 好 所以呢 A2就等於 3分之G 那A1呢 就是3分之2G 這就是 這就是 第1 第二小題 A1 3分之2G A2 3分之G 再把它帶回去 T1 就會等於 2M 乘上3分之G 也就是 3分之2MG 也就是 所以 所以 T1是3分之2MG 那 繩子的張力T2 在這個 第三小題 繩子的張力T2 跟T1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 如果滑輪本身的質量不考慮 那 T1 兩倍T1就會等於T2 兩倍T1就會等於T2 好 所以 其實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 我們看B 同樣還是看B 那B受到向上的T2 再去扣 應該說B受到向下的2MG 扣掉向上的T2 最後就會等於 MA 2M乘上3分之G 好 這樣算出來 T2就會等於3分之4MG 對 那 就像剛剛說的 其實T2就是 兩倍的T1 那 這是在這個中間的這個滑輪 質量不考慮的時候 才會 兩倍T1 就等於T2 那 在馬上練習的 情況 滑輪質量有考慮 我們就必須要再對 滑輪 做分析 我們就會發現 兩倍的T1 跟T2 相加減 合力不為0 因為 華人本身有在加速 好 就講到這 做分析